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现在很多人都会在放假的时候和自己的朋友家人去旅游 当然了,相比于国内游,如今有许多人更愿意选择出国旅游 为什么国内游的热度不如以前了呢? 这和许多国内景点的收费有关 在国内,许多自然景观也是要收取费用的 而国外则大多不是这样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呢?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比如北海的银滩 相信很多人会对北海这座海边城市很熟悉吧 因为这座城市是被传销给炒起来的 当然了,北海这座城市的环境以及气温还是很好的 比如说银滩、罐头岭、红桥等等都是很好玩的地方 甚至还有几条小吃街 足够许多的吃货们来一场狂欢 像之前的北海因为太多游客过来游玩了 导致本来没有收费的银滩也变成了收费场所 为什么人多了反而要开始收费呢? 那是因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太多游客没有好好爱护它 导致银滩的垃圾随处都是 有的甚至是把垃圾扔进海里面 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为了缓解这一局面 当地开始通过收费来限制参观游览的人数 以达到减少旅游区环境压力的目的 同时还可以将收取的费用用于景区的维护上 除了北海以外 还有其他城市的景点也都存在着收费情况 虽然它们中有不少是为了利益 但是也有一些景点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来收费的 像乐山大佛、黄山、长城等等 而在国外许多地方 对旅游环境的保护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没有了这些问题 免费开放自然也就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爱护我们的环境 因为它们也是会疼的 你们同意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